吴尼娜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2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一开始带您来看到花莲县政府办理的基层座谈会的活动 28号呢是前往了凤林镇 收封厢以及吉安厢 那么县长徐真卫就率领了各局处的首长 听取里长村长的基层建设相关的需求 将相关的建言是纳入优先解决课题 基层座谈会当中 村里长一一向县长徐真卫率领县府各局处首长们 提出自己里内的建设需求内容 包括路灯照明 设置景观工程 电力地下化等相关建议 县长徐真卫在逐一了解后 立即指示相关局处针对提案列表整理 并尽速完成会刊 或提报中央相关机关单位 协请协助解决方案 吉安湘目前有几个大的案件在已经开始进行 第一个是吉安的旧演演场 第二个是宜山国小后面 宜山国小对面的老少亲子馆的部分 另外就是北昌的幼稚园 现在也都在进行照标中 所以这些案件在进行 另外是在这三年我们很多的村长以及代表 或者是1999的反应 或者是县长信箱的民众反应 这个部分我们都一一来退开 一一来解决 当然县政府 当然相公所有相公所的经费来执行 那县政府也在这个多少的部分 我们也都来做协助 所以在我们村长的提案里面 如果一个村长提案10案 是不可能没有办法10案进都做 所以都会第一个 我们都会分级来施作 等于说轻重缓级还是要做一下 毕竟县政府的经费也是有限的 座谈会上县长徐真卫也感谢乡镇公所 给予县府的政策支持跟宣传推行 让花莲得以持续发展跟进步 记者综合报导